好,接着我们要去做继续的一个下载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方法里面 继续的下载的话 它是做的一个什么事情 这里是啥情况 好,这里 这不会这么傻吧 好,可以了 接着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一个继续的一个下载 继续的时候的话 它是一个在这个地方 等待下载的时候 我看一下继续下载在哪里 暂停下载 暂停下载 继续下载其实又是让它去下载 对吧 又走到这个里面来 又会走到这个里面来去执行这个任务 那继续下载的话 其实就要去处理两个东西就可以了 好,那继续下载的话 你就要告诉它已有了一个论记吧 现在这个地方已有了论记 你要告诉它吧 现在它就不是一个零了 对不对 已有的论记的话 就是这个地方里面已有了一个长度吧 比如说我们现在下载的这个美团 看一下我们美团在 美团在哪里啊 这个地方吧 是不是你应该把这个长度告诉它呀 发送给服务器吧 已有了长度 现在它们下载完 这个论记的话就不能是零了 那你就必须给它搞一个init的一个论记 论记就是已有的一个论记啊 去创击一下这个local变样 比如说放到这前面来 好在这个发起网络之前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给它搞定啊 在这个地方拿出来 它是个init值哈 这个值的话怎么去拿到呢 相应它就是一个说白了 就是这个信的这个美团 它虽然没有下载完 但是这个文件存在吧 这个文件已有了大小 你告诉我就可以了 就是对于那个已有的论记哈 在这个地方 它这个file寻留一下 save的file等于6一个file 对于这个file的话 其实就是这个save的一个pass infor里面有一个savepass对吧 save的一个pass 好 这个时候你去换断 如果这个savefile存在 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美团的一个情况 如果这个美团存在 相当于我们的一个情况 美团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吧 这个美团像是没了 这边 好 相当于现在的话 它就是一个存在 比如说我底下暂停 它就是一个存在的情况 它在这里面的话就会有吧 如果存在 存在的话 那相当于我就可以把它的一个长度拿出来 对吧 或者你还可以进行一下 并且 它这个长度 不等于 不等于啥呀 其实它不会走到这里来 它不 如果是 如果是等于的情况 它根本不会走到这里面来 如果是等于的话 它提示应该是安装 所以说它在这里的话 只需要换让它存在 存在的话 你就可以对这个init论记进行复制就可以了 那以你的论记 就是等于啥呀 savefile 把它save apk 改成一个 apk 对应的一个 长度吧 它已有的长度 对吧 相当于是 未下载完成的 apk 已有的长度 这样就可以了 它就是这个类似 它这个烂类行吗 那行 烂类行就烂类行了 好 这个情况 好 这样的话就有了这个init的论记 好 init的论记之后的话 你就可以来到这里了 给它一个出十字 没关系 你看 这样的话 发送请求是没啥问题的 像它可以接着去 发送请求 发送请求的话 它就去把后面的一个部分 给请求回来 但是你在写的时候 还需要去注意吧 像这是第一个地方 一共有三个地方 需要去注意 第一个地方 是这样的 第二个地方 你在写的时候 这个时候写的话 你就要用另外一个方式了 以追价的形式去写了 知道吧 它这里面对应 还有一个存在的方法 这个不尔形 而碰的 你把它改成一个处 它就可以在已有的技术下 追加去写 对吧 这是第一 这个情况 那还有的话 你这个进度的话 还要去处理吧 如果你这个进度不处理的话 你看 我这个单行的进度的话 它是在这个地方 每一次进来之后 它还是一个什么状态 会变成一个零吧 对吧 它这个单行的进度的话 我们也去处理一下它 比如说 在哪个地方改一下就可以了 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单行的进度值的话 你也让它等于这样的一个 in range就可以了 已有的一个长度就可以了 知道吧 好 这样就OK了 这是第三个地方 这里是处理发起 处理请求 好 这里是处理文件的写度 好 这个地方的话是处理初始进度 这样的话三个步骤之后的话 我们这个断点下载就应该可以了 把运行起来看一下 Country FC 好 这时候我们去找一个下巴来了 它又下载好了 对吧 好 这个安卓壁子吧 对吧 好 下载一下它 它现在的话是在下载 然后 暂停了 顶记一下它 那我们看一下 顶记一下它的话 它会重新走到这个run方法里面来 它走到这个run方法里面来之后的话 它会去判断你这个文件是否存在 如果文件存在 它就给它一个初始值 初始值的话 那你这个进度 就从这个初始值的地方开始去追加了 对应的 你这个请求 也把这个enit这个run记发上去了 你写文件的方式 也并且呢 可以追加的方式了 这样我们再看一下 继续下载 没啥问题吧 挺好的吧 好 这样一个状态就OK了 继续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停一下这个视频